那再來的話,這題最難的部分,實際上就是那個Base Adapter 其實你Base Adapter可以理解的話 那基本上你就知道說原來它是一個一個 它是整個生產線做完之後 批次的丟到這邊把它顯示出來 所以你只要做一個 建一個View啦,那個View是最重要的 但是有個問題 其實好像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試過就是說 無論你怎麼去調整 它的什麼Feed Center啦,或者Club,或者是什麼什麼 設定完,奇怪 中間這邊總是黏在一起 黏在一起 即便你這個旁邊邊界有了 但是好像那個什麼 垂直的這個間距就沒有了 其實非常簡單 你只要改一個地方 雖然我沒講,不過有的缺地方 恐怕各位要自己 稍微找一下答案 答案都在什麼呢 這個點擊有沒有Properties 這個所謂Properties 就是它的所有的相關屬性 外觀的設定 你都可以預先在設計之前都可以修改 其實說真的啦,很多時候 我也有些原件 書本裡面不可能幫你把每個屬性都告訴你 那怎麼辦 就試試看就知道了嘛 那有的時候當然字面上看得懂 你就是去直接改 但是如果你字面上看不懂的話 那你就是看它的說明 因為官方都有針對這個 比如說 原件的那個屬性的相關說明 因為我們這個地方我已經知道了 這個地方有一個叫什麼 Vertical 有沒有垂直的 Space 那這個屬性的話 主要是針對什麼 針對那個 我們的 列跟列中間 它的空白 Vertical是垂直的嘛 那你可以給個5好了 5DP OK,Enter一下 那把它save save一下 直接丟 丟過去 直接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 有沒有發現 5DP 中間這個地方 就會有個Space OK 所以特別注意 剛剛改的東西 這一塊 其實就是這個 OK 那當然 它除了說有 垂直的Space之外 還有 Honeyronto的Space 就是 水瓶的Space 你可以藉由這些 去稍微做一個調整 就可以 做出你要的效果 OK 那這一題大概是 大概就是這樣子 其他如果像 之前有基礎同學 可以想想看 如果說我今天需要 點擊了下面這個地方 我希望再彈出去 產生另外一個View 也許是另外Activity 有沒有 用Intent 把它Intent Intent裡面的話 你必須要用bundle一個 告訴他說你現在 點擊的 那一張圖 你就把它 放到最大 然後呢 可以讓它縮放 你可以把那個上個禮拜有沒有講到那個縮放功能的那個 再彈出另外 不過 在那個 我們現在Android裡面 要另外 彈出另外一個 頁面 不像做網頁這麼簡單 因為這裡面呢 會需要 去了解 幾個東西 第一個 Activity 一定要 又是 我們本來就一個 Main activity 你必須要 你要變出第二個 Activity Activity 然後呢 這個Activity 再帶出另外一個 Layout 2 本來是一個什麼 那個我們的主頁 主頁是 Activity Main 但是不是要要它 我們要另外跳出一個 所以可能是什麼 Activity Main 2 或者是說 另外一個頁面 Page 2 也可以 然後裡面放什麼 放一個 Image 這個Image呢 可以是Touch Image 上個禮拜講的 可以讓它放大 也可以縮小 啊 它怎麼關掉呢 也許就是打開放大縮小 也許你再給它一個關閉 或者 XX還是怎麼樣 反正很多方式 所以如果 比較有基礎同學 可以想想看 可以把這個東西 做成 比較可以 讓人家方便使用那個 相簿功能 然後面也許我們可以把 這六張圖來源 改成 在網路上 Serve上面 因為很多同學 會想說 把所有的圖 通通放在這邊 可是這個App 會非常龐大 那有沒有什麼方式 我部分的圖放在Serve 部分的圖 是放在Local 小圖放Local 大圖放Serve 它如果要的話 再去Serve把它抓下來 這樣的話 我覺得是比較合理的設計 但是呢 要怎麼做 我想後面我們再來談 OK 那所以延伸性的部分呢 請各位同學 可以再想想看 剛剛比較重要是這個 垂直的間距叫 Vertical Space 可以加上去 那待會的話 我們要繼續看 就是說 另外還有一個物件 叫做那個 Gallery 這個Gallery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這個Gallery 跟那個Greview很像 一個是 表格式的 那一個是 一郎式的 什麼叫一郎式 就是說 我如果今天 要顯示這張圖 我除了一個Greview之外 也可以利用這樣子 有沒有發現 我的滑鼠 應該是一隻手 可以向右 向左撥 只要我點擊到的地方 它就會顯示那張圖 那特別注意 你們有沒有發現 因為一直撥 一直撥 一直撥 理論上 那個Gallery 預設的只會給六張 撥撥撥撥 六張到了 停了沒有了 可是這樣有點不合理啊 撥過來撥過去 就是六張 最好是怎麼樣呢 你可以一直撥 撥到第六張 第七張的話 又從第一張開始 然後呢 又六張 又從第一張開始 有點類似這樣 這一張是第一張 對不對 然後這邊撥 二三四五六 七 有沒有 再往這邊 就是無窮輪撥 這感覺還不錯 一直撥 一直撥 那什麼時候會到底 大概 最大的是 差不多 我印象中好像是 到 最大值 最大值是三十二位元 三十二位元是 二的三十二次方 二的三十二次方 等於多少 就是 二乘二 乘三十二次 已經大到 一千多萬 如果你可以一直撥 撥到一千多萬個 他就會 BUG 不過什麼時候會到一千多萬 可能手已經 先 應該是螢幕先壞掉吧 還是手先壞掉 OK 所以理論上這個 無窮輪撥的 應該會比剛剛那個 感覺不太一樣 不過你可以是 不一樣的需求 可以給 不同的 相簿 好 要不 是 文書可以 照相機拍照 一定是可以 一定是可以 絕對沒問題 但是 你要去想 幾個功能 第一個 如何呼叫 那個 相機 第二個 如何把 你拍照的 檔案抓到這邊 裡面來 對不對 第三個的話 當然 就是你拍完照 直接就加進來 那其實你講的這個功能 就類似 一般那個 瀏覽 或者是 相簿的功能 對 如果可以把這些 串在一起 那就是你想要做的App 其實很簡單嘛 如果你要呼叫 那個 相機 第一個 你要用Intent 有沒有 還記得吧 用Intent 去把相機呼叫起來 第二個的話 你要存檔 那你要去 那個 找到那個 那個 就是 檔案IO的 那個 用Java IO 比如說你可以把 他給你那個 比如說 BeatMap檔 你要存在哪裡 那你可以把他 存在我們Local端 也可以把他存在記憶卡 到時候的話 建一個連結 這個時候也許你就不是用那個 Resource方式開啟 而是用檔案的方式開啟 開啟的方式就不一樣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 可能會需要用到 Java的IO的方式 就是存取 檔案存取 而不是這種方式 存取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 主要是那個 如果你們顯示出來 中間那個 叫做 Vertical Space 如果我預設好像沒加 所以會好像連在一起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Vertical Space 然後再來就是 圖的大小 屬性設定那些 其實還蠻花時間 那你怎麼會有答案 很簡單嘛 就是去把它run一下就有答案 很多時候 我為什麼知道 可以這樣做 其實大部分都是 踹了就知道了 有的時候 其實說真的 他很花時間 那沒有辦法 有的東西 其實其實你不花時間 你就是 沒有辦法看到 具體的東西 所以我 就是 建議各位 就是要有一個 比較好一點的 設備 按下去馬上看到 這感覺會比較好 不然你按下去呢 他可能 拖泥帶水 很久才看到 那你能試幾次 你光要試 你會覺得很 很麻煩 OK 那當然 因為以目前的 Android SDK開發 他 就是沒有辦法 讓你更快 不像說用那個 HTML5 真的是馬上看到 如果你用 Dreamweaver 但是問題 他跟 現在的方法 最大的差別 就是 在硬體 超硬體的 存取上面 那個HTML5 頂多是可以 呼叫什麼 呼叫那個location 就是GP 而且他還只是 抓到你現在的位置 頂多這樣而已 其他的一些硬體控制 很抱歉 完全不行 除非說你可以呼叫 那個phone gap 不過phone gap 他當然後續更新 或者是 當然他的限制在 那 怎麼辦呢 當然 更有他的優缺點 這個方法的話 硬體設備都可以呼叫得到 不會有問題 OK 試試看好了 那等一下我們再來看那個 Gallery 部分 其實Gallery 跟Greview 基本上 幾乎程式 一模一樣 差別只是說 一樣要建一個 Base Adapter 等於是說你要給他一個什麼 給他一個生產線 先幫你把 你要放的圖 大小 先 制定好 再丟給 Gallery 去放 不過呢 特別注意 最大的不一樣就是 我們剛剛Greview 可能給六張 那如果你要無窮輪播的話 你就給他一個很大的數字 讓他一直往下跑 但是你還有規則 如果你今天 第六 比如說你已經到第六章 第七章 那你必須讓他又從 第一章開始 所以這個地方會用到一個叫做 求於數的功能 求於數 OK 每六張嘛 那你不是最後 整除了 然後又從第1章開始 整除了又從第1章開始 所以這部分的話 我想各位先試看 那 那 呢 那 谢谢大家